平川说炼镜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 灵瓜瓜的非洲流对抗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位 地图选择非常的经典 LT Lost Temple 失落的神庙 出生在地图大概三点钟位置 是蓝色的人族ID灵瓜瓜 阳光兽族 这一次是不是要变成阳光人族了 我们拭目以待 好看一下他的对手 出生在地图的十二点钟位置 是一个红色的兽族 本场对抗又是一场人兽炸弹 希望大家喜欢 好我们看看双方的英雄选择 看一下灵瓜瓜 今天解说浪漫的比赛有点多 看到人族都想说是浪漫了 好灵瓜瓜首发的是大法师 他用人族居然用大法师 不太双见 好我们看看兽族这一边 兽族的话还是常规看 首发先知 一般来说 LT这张地图对人族对兽族来说 都是比较优势的地图 这两张地图人族开矿比较方便 兽族的话中间有温泉 恢复起来方便一点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一场两个人都是用优势种族 看看效果如何 大法师大战先知 那两个人的话 大概率都是会开矿 好这边的话第一时间侦查到 这个兽族还是有点东西 第一时间两个点一起侦查 然后侦查到了 那林呱呱也是掐指一算 这么早侦查到大概率是出生在这个点位 好我们看一下 小苦弓 自己绕圈圈 伏腾曼去追 先知的话已经走出祭祷 直接过来抓 看看林呱呱的大法师 因为点的比较慢 有可能还在犹豫 说要不要用钟离开 结果还是最后决定大法师 大法师一技能 甚至是水元素 哇居然是水元素 按道理的话 林呱呱这种阳光打法 应该用暴风雪去骚扰 好他选择的是水元素 然后开局正常开矿 先知的话 由于第一时间侦查到了你的位置 那接下来要骚扰你家的农民了 来有大鸡有狼 这边的农民感觉没有安全感了 好大法师第二个水元素 招出来这边打了一个家伍的公爪 所以大法师这一步还可以 狼过来转一波波 咬一下 咬到 好这个小民兵非常自己赶紧跑 我唯一的弱点赶紧跑 另外一边 我们看一下大法师的话 由于有公爪 偷偷消耗一下你先知的一个状态 先知心想 你大法师也敢跟我打 好大机过来蹭他一下 这边的话升塔起来了 升塔起来 家里的小农民基本上问题不大 那先知接下来 脑袋刮想一想 分框还可以搞 分框这边 还有三四个农民 看看能杀几个 四个农民 来 抢书 抢着读书 看来这名兽子的文化素质 应该是比较高 来 这一波的话 大法师还在起追 不由由公爪 先知稍微的有点扛不住了 另外一边 大机皮骚肉厚 这一波硬兵应该是硬的过 只是可惜 水元素跑的有点快 哎呀 经验只没有拿到 好 先知 他要去泡温泉了 大法师会让你泡温泉的吗 好像很 基本上不太可能 使坏 把野怪打醒 来 让你泡 借刀杀人啊 用的非常的帅 好 大法师的话 把先知赶跑之后 这两个大机还得再清理一下啊 兽子直接是升本了啊 没有开矿 上来骚扰 这个兽子打的也是相当的积极主动 好 零瓜瓜的话 分框暂时没有开 先知还想去泡温泉 这野怪还没睡呢 大法师 进行追上一下这个大劲 有公爪在 大法师的输出还是可以的 另外一边 嘿 又敲了一波明冰啊 分框还是要开的 聊天这张地图 不开矿 就对不起这张地图 尤其对于人族来说 好 另外一边 我们看一下 这个傅承曼也是疯狂捣乱 就是不让你先知泡温泉 先知也表示颓了呀 我这 31滴血 19滴血 哎哎哎 再来一发 你可能就倒了 8滴血 好 直接被野怪给堵死了 你敢信 先知斗智斗勇 最终还是死在野怪的手里 林呱呱过来 本来想收割一下先知 哎 突然人不见了 看祭坛一看 呵 果然啊 被我的小农民骚扰 被野怪 借刀杀人成功 懂了 祭坛点亮 再复活英雄 好 这一波林呱呱 玩的东西是真的多啊 那现在林呱呱 开着分框 吃着火锅 唱着歌 来对手家里骚扰了 对手现在商店 做不好 地洞 虽然还是有点多的 这一级 受阻科技会比较快一点点 先知复活 一级先知 没想到就在 这鬼门宫 走了一套啊 这一波能应路吗 好 大剑也批草 揉后可以打一打 大法师 细小单挑 但对手不太统一 先撤吧 反正现在开着框 等分框成型 是吧 家里升个奥本 人组在这段地图的 慢慢玩啊 后面转一波士旧 直接无敌 但是直接转士旧 这不符合林呱呱的打法 是吧 林呱呱会有 看完会不会出他一个 把对方给A出去 好 现在兽足的话 要赶紧练级了啊 再不练的话 英雄等级差距会越来越大 这里林呱呱过来看一下 对手有没有开框的想法 反正先知 再吹着自己的水元素 没机会 绕一箱 过来拆一下你奥本建筑 好 又来了啊 这一波受阻 有点腿 我只是出外面 稍微练一个小级 又被骚扰了 大法师身上有TP 双建造好了 先把你的奥本寿篮 拆一拆 家里福特曼还在补 科技情况 这个奥本还不深吗 林管发表示 木头是真的缺 没办法 受阻 奥法的是老牛 老牛选择的是冲击波 冲击波 冲击波 冲击这个闪电链 AWC二连 只要等级起来 游戏体验还是很不错的 又一个波 大法师 先撤 家里的话 商店是放在分框 这边有一个水元素在捣乱 那可惜是一级水元素 犯不起特别多的浪花 收阻的话是双兽篮 后面我们看看是直接狼旗 跑家拆家 非常猛 这个时候呢 要赶紧 人族要赶紧 升本 升本 奥法一个山丘 一吹一个狼旗 好 林呱呱 一又杀了一个回马枪 这是第几个回马枪了 第三个回马枪了 过来拆拆地道 家里顶盾 刚才升顶盾取消了 顶盾没有 慢慢拆吧 现在还是找机会 多造点塔 后面可能就跑龙旗拆家了 没塔不行 好 升本了 终于有资源升本了 这个地洞能拆掉吗 这个地洞有机会可以拆掉 现在三个小狗弓 哎呀 又两个小狗弓帮忙 都拆不了了吧 现在五个小狗弓 达到一个军团 六个小狗弓 哎 我修得更快了 好 狼过来啊 手组过来反打了 狼奇 大法师要小心啊 狼奇 有没有升好网 好像要升好了 哎 网大法师 这一波 一网一围 可以 小操作 闪电链冲击波 这是有点猴急啊 这个血线没有到达一定程度 用技能的话 只会让对手交TP 好 林呱呱的话 富特曼特意过来侦查一下 嗯 疯狂练完啊 但是还没有放基地 家里 二本升级当中 然后呢 四级狗的话 跑到分框 不如一波状态啊 这一波富特曼 有点难跑 你看 狩狗有狼奇 抓你这边的富特曼 是真的好抓 不过现在 狩狗的问题是 等级太低的啊 这两个英雄 是能到三级 杀福特曼会非常爽 然后正面拆一架也很猛 可惜没有到这个段级啊 那灵呱呱现在还是靠富特曼拖时间 两个人的话从开局打到现在 打的还是比较紧凑的啊 这张地图按道理应该有一段时间 双方可以和平发育 毕竟地图那么大啊 大家可以多多去练练集开开逛 好 好牛頭來了過來一看家裏塔有點多拆不動 再去分框看一眼塔還是很多 那還是去練習呀 來主框看塔多 那分框一看塔也不少啊 建築鞋搞一搞把塔給圍在裏面 這邊鐵匠鋪相當的硬 郎人騎趕緊拆趕緊拆 牛頭又來了啊 可以拖一下 好一個拖 郎人騎 鐵匠鋪給拆了 但是人族後面又來了啊 這一波的話獸族想把這個礦給拆掉難度有點大 先知好吧只能叫TP了 這一波人族的話守住後面應該是雙方國畢發育了吧 獸族再過來有點拆不動啊 對手這個建築學非常講究 獸族的話可以考慮 自己也開礦 瘋狂練級開礦 小苦工往這邊走啊他想開這個礦 這個礦是不太好看了啊 對手的話一直盯著你 好先知身上有沒有TP啊 暫時沒有 先知現在沒有TP 部隊過來一看這個礦有機會可以開啊 小苦工拉出去 雷呱呱呱大部隊的話要不要去中間練練溫泉啊 英雄選擇山丘呗 按英雄選個山丘 中間練練溫泉把山丘等級提上來 後面會玩得很開心 好這一波我們看一下 牛頭現在得找機會練到二 小苦工準備好 把這個小綿羊給幹掉吧 小綿羊有點礙事啊 好雷呱呱現在 二級大法師身上暫時沒有TP 二英雄選擇的是山丘 正常打 手足二英雄 牛頭 牛頭現在身上 好有TP了啊 有TP之後可以放心大膽的練 練完這個點直接扔個礦 這邊已經扔下來了 那手足是打算一下開兩個礦 但現在錢稍微有點少 把這個點練完差不多的話就有錢了 然後呢 狼奇跑家 哎這個瘦子還是有點東西的啊 開礦的同時啊 不能夠完全消失在對手的視野之下 還是給對手一點壓力 狼奇過來拆一拆 我生好略奪 拆拆你的家 還是舒服的 但是林瓜瓜董一看到英雄不在 他肯定在拖時間 好 來分框看一眼 果然有分框 那這個框可以拆掉 四個狼奇 手足的話 如果有個白牛靈魂燕一套 會更加舒服一點 林瓜瓜開始了啊 雙車肩 好像要出飛機出小炮了 分框拆了一波 哎還沒有拆啊 一個小一個 弦過來看 手足第二個分框也放下來了 這一波大法師 可以把這個框給拆掉 手足第一時間 對 這裡還想造塔 不急了啊 好 狼奇被塔射爆一個 主要是山丘出來的啊 一錘留你一個 這一波先知回防 大法師加QB 也是相當果斷啊 這個手足稍微的衝擊波放的太急了啊 明顯別人走了 你再放沒啥用 只是稍微消耗一下撞他 等於人走了一個慢聊就回復過來了 好 林瓜瓜選擇的是雙車肩 後面再加上這個隱身升級當中 確定是小炮了啊 小炮和對手來玩 手足的話一口氣 兩個分框 馬上要形成三框打兩框的局面 但是林瓜瓜這個框開的相當的早啊 勤款現在是快兩千了 舒服 好 過來 現在的話 富特曼趕緊啊 卡卡位置扛一團傷害啊 對呀 英雄先練到三級再說 手足呢 守了一波 等了半天 人總沒有過來進攻 沒有進攻的話 這邊買個TP啊 繼續練 聊天這老弟的大有可為 大家可以發揮的空間都不太大 然後林瓜瓜 剛才民兵敲的有點多 來個伐木機器人啊 圍補墨口的一個短缺問題 來 七級黑漢子 看看能出一個什麼道具啊 山丘的話 一也就等死了 很耐了 給我一個神裝吧 伐木機器人也加入戰鬥 突然幾乎親女玩了 反正呢 也要控住人口出來是吧 好林瓜瓜二本身好是生三本了啊 這邊打個DK的邪惡光環 謝謝啊 邪惡光環能提高一下移動速度 很舒服 移動速度 生命恢復速度啊 紛紛提高 這邊也是練了一個七級黑胖子 這邊打的是一個獵影劈碰 牛頭 化身為斬神啊 才能燙對手的兵 哎 林瓜瓜 好小農民拉出來 那要繼續開礦了啊 繼續開礦這兩英雄的話 練這個點吧 練這個點好像稍微的有點難是吧 來 練這個點 那接下來雙方要開始亂礦了 要替這張地圖確實開罐開得很舒服 要替這張地圖呢 現在改成啊 這裡可以走過去了啊 不需要飛艇 如果又飛艇的話 對瘦組啊 就是太大了 好 看一下這邊大法師 馬上到三級了 家裡呢 已經在憋小炮了啊 雙車間 憋小炮 然後女巫升隱身 後面人口齊了 好 林瓜瓜要開始使壞了啊 隱身一小炮 拆架 瘦組家裡有沒有啊 嗯 沒有出巫醫的建築 哎呀 那接下來會被小炮騷的 很難受啊 好 直接 人族也是開第二篇分礦了 瘦組第二篇分礦也開了出來 這一級雙方 三個默契啊 三礦 打三礦 林瓜瓜三本即將生好 三本生好之後再生個粉碎 瘦組這一邊的話也在壓人口啊 47人口 沒有破50 林瓜瓜倒是破50了 直接63 本人有錢我就出兵 瘦組已經是雙三了 二級衝擊波 一級閃電鍊 林瓜瓜是一路鍊一路鍊 哎 這個況也可以開啊 盡量開一些邊邊角角的 讓對手發現無量 好小炮的數量已經攒到一定的規模了啊 一 三四五六 六個 六個現在是63人口 這邊生個翻臉 你家裡就怕有防禦的力 哎 大瓦石小心啊 雖然說你有兩個加武的尊爪啊 但是你小吃飯考不中 還是到山舅 或者是水源自來吧 好 來 這裡打了一個藍牌 哼 三千腳是這個裝備 我還是很喜歡的 好 瘦組也幾乎是同 練同一的點位 我們看來這個瘦組的理解和林瓜瓜 差不了特別多啊 雙方大概什麼時間點 練什麼點位 真是原定的認知的 來 治療所為一叉 練大點 確實練得舒服呀 哦 練完之後說泡個溫水澡 啊 這邊也是搞了一個藍牌 啊 練完這個點 林瓜瓜兩個小農民又來了 分框是越開越多 好 馬上開第三遍分框 加上主框就是四個 那瘦組這裡要不要也拉一個小口 滾過來補一補呢 暫時沒有 現在林瓜瓜 烏油這錢全部花出去了啊 剛才還有兩千塊錢 現在只有三百多了 這邊裡面 烏油油小胖的數量非常的多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個小胖再加兩個 十個小胖 然後粉碎也升級一下 粉碎小胖 後面這個輸出炸鏈 大化石的話洗爆昏血了 後面要配合 這裡山丘 兩英雄 安闖回家 來來來 要帶著兄弟們衝鋒了啊 這邊獸族 狼在滿地圖偵查啊 看看對人族有沒有開礦 確實這張地圖 人族一般都喜歡亂礦 所以偵查一下 但是他偵查了半天 偵查都是一些特別便便角的 然後這個終於看見了一個啊 這隻小弄迷還沒幹活 差稍微差點錢 狼看見了 但是礦還沒開 來零呱呱呱開始 隱身小胖了啊 雙方 憋到17分鐘終於中營 大化石還沒隱身呢 大化石上我呢 山丘日營好了 大化石隱個身 可以 這一邊123123123 10個小胖 10個小胖加上兩個英雄 77人口 這一波很凶 看看拆哪一個礦啊 這麼多礦 要不還是拆主礦吧 主礦比較好拆 是吧 三本極地 拆完之後收益最大 看看獸族身上的話有TP 這一波剛才看見這有兩個農民 那應該會過來拆這個礦了啊 看見了嗎看見了嗎 這是隱身 完全看不見 這兩英雄跑得快啊 兩英雄跑得非常的快 好 零呱呱77人口的隱身小胖 他來了啊 兩個英雄先站好位置 我們看一下 獸族也去拆零呱呱呱的分礦 零呱呱直接拆主礦 哇 山丘敲個立板 暴風雪砸小骨弓 喔 這零呱呱有點壞啊 邊拆你家 還要邊 撒粉 邊 慶祝一下 是吧 放煙花 舒服 好 這一波的話 獸族想 踢屁回來了 但是踢屁的慢了 機力一拆 那踢不回來了啊 他沒辦法 走到半路 還是拆吧 這個礦可以拆一拆 零呱呱現在77K小胖拆架 舒服啊 兩攻零防 你拆我分礦 我拆你主礦 瘦族現在有點腿 雙光存款現在都很多啊 瘦族還有1000多塊錢存款 零呱呱 1500 零呱呱情況明顯更多一點 大法師 二體爆風雪 三球的話啊 一踩地板 雙方 拼的就是AOE的傷害 小胖 這個攻防也沒有進去體啊 一不小心 小胖已經三攻了 三攻隱身小胖 而且還是粉碎小胖啊 卻是戰鬥能力 相當的凶 那瘦族這一邊 也是很乾脆 把零呱呱的一個分框給端了 但是零呱呱 我們看一下 在瘋狂的補塔了 瘦族這邊 也在瘋狂的補塔 來來來補塔補塔 看見對手這麼多小胖 趕緊補塔 但說實話 補塔對小胖有用嗎 沒啥用 只要狼起能回來就有用 好 零呱呱接下來 這一波操作非常的聰明啊 來 我分一波兵拆你這個框 你肯定TB回來 這個時候 我其他部隊拆你這個框 我就不信你能立刻TB過去 好 零呱呱 拆這個分框了 那瘦族肯定是要交TB了 來 這裡山丘 敲個地板 好 來了來了啊 這一波的話 對手受阻TP了 受阻這一波很強勢 來 山丘敲個地板 保護血砸一下 這一波 大法師大法師 呦 趕緊交TB 可這個差點被秒 另外一邊 這類又開始拆了 那瘦族趕緊去商店買TP 但是呢 瘦族剛才的TB 剛才三本TP沒有了 買不了TP 要去中立商店買了 另外一邊 大法師的話 回程 然後單船過來 陪著新兵們 萬一瘦族狼藉過來 還可以交TB走 這一波 冰瓜瓜 生冬機器玩得漂亮啊 好 靠這個伐木機器人啊 伐木機器人 打大法師嗎 還是殺對方的小炮吧 這小炮拆架能力太強了 這邊瘦族重新升本 來 這裡把雷A了 好 小炮保住了 這一波大法師 生冬機器玩得漂亮啊 完了 瘦族這個框又被斷了啊 好 林瓜瓜現在81人口的小炮 家裡還在吐小炮 山丘終於趕了過來 山丘表示我剛才沒有單船 這一波山丘有TP 大法師也有TP 雙保險 那瘦族這一波怎麼拆 瘦族現在的話還有兩片分框 還有兩片分框 林瓜瓜的話 哎 剛才拆完了一波又補了一波 好 瘦族過來拆林瓜瓜這個最堅實的分框 這個分框太難拆了啊 建築學TPP掌揪 這個分框拆完了 山丘要TP回來嗎 TP到的主框 兩英雄TP到主框 小炮呢繼續拆 那接下來看看怎麼玩啊 大法師回去補一下狀態 老牛 這邊一個老牛扛了N多的一個傷害啊 黃奇 深度掠奪 所以那瘦族還是堵點 林瓜瓜又開始放煙花了 好各種挑釁啊 但對手目前還沒有破防 林瓜瓜現在87人口 我拆這個分框了 那瘦族身上有沒有TP 好有的 那林瓜瓜這個框能拆掉嗎 瘦族現在他想走回來 但是走回來這個框好像有點撐不住 來 上面直接拆 小炮的數量非常多 他花93人口了 這一季他應該是出了100人口了 這個瘦族還想去拆林瓜瓜其他的分框 但是這裡 哎呀 小炮拆的太快了 TP的時間太長 來不及過來就 好 瘦族還是非常欣賞林瓜瓜的 nice 可以 這個瘦族果然素质還是可以的啊 小炮數量多起來 他拆的時候你第一時間TP 感覺也來不及啊 小炮數量太多拆的太快了 這讓你除非你有兩個基地在這裡 合作的話一個基地完全是救不過來的 好大王是很小心啊 這兩英雄隱身 這萬一對手隱身過來 可能就把你的英雄給秒了 很細 好 收組大部隊過來 來來來 看看能不能截到對手的單位 什麼多的小炮 好 現在已經是100人口了 山丘必然會去補狀態 大法師 唯有 一看到狼琪第一時間叫TP 很細 很謹慎 收組也是特意用狼琪去嚇一下對手啊 好 這一波的話 這裡還有一個小地洞 哎 來採你這個分框 林瓜瓜這個TPTP的很細啊 TP到這個分框 對手 萬萬是想不到的 對手可能會在這邊說啊 賭你 哎 結果呢 跑到這邊去來了 好 大法師身上再買一個TP 練完這個臉到五級 可惜還是臉到六 六級之後 大法師用這個戰術 簡直就是無敵的啊 飛來飛去拆下 好 現在收組還有幾個礦啊 收組還有最後一個礦了 收組還有最後一個礦了 哎 狼琪抓到你大法師了 大法師叫TP 兩個利弊啊 TP到這裡 把這個利弄一拆 拆完之後 大法師剛剛五級了 放了 哎 呦呦呦呦 直接變羊 把你這個小口弓變羊 好 變完之後 這邊繼續放煙花 慶祝一下 哎 這裡雙方會正面拼嗎 大法師你還是怂 叫TP走了 這裡山球已經準備好了 拆對手最後一片礦啊 好 林瓜瓜 一百人口 滿人口的一個三弓小炮 那收組現在只有36人口了 拼正面的話 收組還是有機會把這邊的小炮清理掉的 來來來 最後一個礦 看能不能守住 山丘的話已經開始把群補群防 嘿 小口弓你還想出去開礦 門也沒有 小口弓 兩個想出來都沒有成功 哇 這裡小炮圍城了 收組是選擇TP回去 好 這一波團戰來了 一百人口大戰35人口 上來 敲地擺 好 這裡的收組贏 是引不了 但是想殺大法師 閃電力的攻擊波 大法師隱身吃個群補 他跑了 哎呦 轟轟亂炸 這邊收組 隱身最後一個大位 看能不能能閃電力的一條 我又吃了一個群補 大法師沒有殺掉 收組幾乎全體陣亡 林瓜瓜放煙花慶祝一下 哇 好 我們看一下收組說 哇 非常不錯的遊戲風格 祭祭 我們恭喜林瓜瓜 贏得了對手 關鍵對手也是非常有素質 而且林瓜瓜這樣打的確實非常聰明 尤其是小炮數量多起來 也交替屁股 來不及 好 喜歡門場對抗的朋友 記得給予不關注 我們下個視頻再見